公益協會常年關心金融地區弱勢學童 理事長倪略祥代理公益協會會員們 一起投入安心就學的行列 希望藉由本次的一個捐證活動 能夠號召更多的三星企業人士 共同來參與 公益協會不只每年的 一個安心就學的捐證 也不定時的捐證 例如海盜附中的營養午餐 公益音樂會的一個監管 主婚兒童之家 甚至我們協辦 學校的夏令營 贊助智聖杯全國蘇華比賽 中山區民眾服務社 寒冬送暖物資的一個捐證 希望藉由本次的一個捐證活動 能夠號召更多的三星企業人士 一起來參與 最後感謝邱理事長 各位理監事團 以及各位會員的一個支持 十二所校長們代為接受獎助學金 向公益協會及各方善心人士致謝 在理監事們的一個支持之下 這次來捐證我們有十二所學校 安心就學的經費 來協助我們的孩子 我要代表我們金融市政府 代表謝國良市長 來感謝我們民營會長 所帶領的公益協會 對我們社會給予這麼大的溫暖 我想我們希望說有更多的各界的好朋友 都能夠來共襄盛舉 感謝金融市公益協會長期贊助 學校弱勢學生的 營養午餐的補助 還有學雜會 還有急難救助 讓學生在學校求學安心無餘 感謝公益協會持續送出溫暖 鼓勵學子們能夠在求學階段 不放棄任何的學習機會 也期待盛興人士能共襄盛舉 讓愛延續 記者蔡小軍 基隆報導